一 二 三 潘大師 剪刀一步 一 二 三 潘大師 你怎麼老進出步 還沒寶寶 那是什麼 看起來像是超大鉛筆 請摸摸看啊 潘大師 真的是超大鉛筆 用它來畫超大圖畫吧 要畫什麼 潘大師 你走開 你看我那麼久我會畫不下去的 臭畫膠 我畫的是嘴布 海綿寶寶畫得很好耶 可是你把它畫得太扁了 它可能游了兩三下就沒力氣了 大家都好愛批評 海綿寶寶 你的選母畫有生命了 謝謝你的讚美畫屏先生 不 我是說它游走了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博物館永遠掛不了你的畫 這表示這是一隻神奇尖閉 現在我只需要神奇的八字虎 我的美夢就全部實現咯 胡子來了 生命真美好 來得快 去得也快 章魚哥 要是你有點頭髮 你就是海底世界最帥氣的生物 高大鷹挺 有才華 唯一沒有的就是一頭 黑髮 換我咯 派大師小心點 身為一個畫家具有很重大的責任 每一件畫作都像個小孩必須要珍惜與愛護 拜託 我只想畫卡通圖案 好吧 你怎麼不早說呢 誒 又是隻水母 是章魚哥 笨笨 看著動作讓人覺得毛毛的 就像海面寶寶 不可以讓他跑進車裡 可憐的章魚 我的腦袋想到個好點子 這絕對會是經典之作 我想去公園散步 散發一下魅力 章魚哥 叫我幹嘛呀 這是什麼 有人送我錢 讓我去探頭髮 讓我抱抱 海面寶寶 我的頭髮 海面寶寶 不是 有 有